美國的初選就是體現這個原則 每一個候選人應該面對每一個階層 Lobby every sliver of the population 每一個階層你都要爭取 是很辛苦的 但你要做得到 那會不會有人說 淘汰了我 那不是的 我們這個設計是一個制度 設計了制度之後 你就要適應這個制度 人是會轉的 我都轉了 以前我做保護局的時候 我的constituency 可以說就是我的部隊 我最重要是他們開心 真的 因為我在那裏只有百多人 我的部門有六萬多人 我沒有可能續一個監管的工作 我一定要他們認同我的工作目標 支持我 他們的士氣很自我驅動 每一個走在前線的警察都自我驅動 保險 經濟 很多課題 但我們不是的 我們去年那個遮打花園的律潭 各位看到了 八大傳媒說 第一 給你一分鐘介紹 然後就是五個環節 就是可以互砌的 它說明你可以打斷對方的 很無筆禮貌 它真是鼓勵你互砌 我想傳媒因為覺得這樣才有火花 它就說市民透過Yahoo upload 這個也好想來的 給市民有些畫面 都是傳媒當然選一些畫面的問題來給我們 最好笑的是 最後給你們三分鐘拉票 直接去選民拉票 她說你可以唱歌 可以跳舞 做甚麼都可以 各位記不記得 有位候選人做了一個飯碗沒有 真的很好笑 我的女兒看到她的飯碗捧著唯一的評論說 她漏了大筷子 應該用筷子搖著搖著就更動聽 結果我也要選了一首歌來玩 我覺得八大傳媒是希望畫面生動 但沒有法子深入討論任何問題